借我力量 哦 这下一个一个记忆去找了 地区新闻 XX年4月19号 圈圈市的医疗的 公司 有一个工作的女性 然后在这个月出行踪不明 然后地方的警察局就说了 有发现在她的房间遗书 恐怕 遗书的内容呢 恐怕她在附近自杀吧 2月21日 在医疗上班的那个女性行踪不明的事件 她们在某个山中找到了那个女性的鞋子 然后还是在山里找 但是还是找不到 嗯 啊 姐姐 回来了 怎么样 想起了什么记忆吗 嗯 但是 好痛 难道是取回记忆的后遗症吗 利友你呢 没事吧姐姐 太好了 好了 利友 总之在这里找到希望的种子之后 我们要干嘛呢 嗯 这种 就想起一些事情 有希望的种子 就是还会在里面就是 嗯 反正就找希望的种子吧 反正这房子内有很多希望的种子就对了 可以找了 所以是每个房间对应一个希望的种子这样吗 所以这个房间的女性就是刚刚的那个吗 嗯 我想想哦 哦,在每個房間裡面找希望的種子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每一個房間代表了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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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記憶吧 哦,我正在想一個超難的皺紋 啊,不然這樣子變不回見了 助手,這是主人的命令助手 主人 啊,姐姐啊 啊,這樣子長盤先生好可憐,別這樣欺負他啦 啊,居然說是主人這種事情,我就全身顫抖了 喂,哇,這輩子還是第一次想把鋼筆折斷呢 這筆根本就抖M吧 那就是每一個房間都有一個希望的種子囉 啊,現在才想到要去霸那邊 就是說,記憶被剝奪,只想要在這邊休息休息 在這邊應該有一個希望的種子吧 所以應該是每一個地方的希望種子代表他們一個人的記憶吧 欸,裡面有什麼,拿著吧 哦,得到了黑白的種 欸,這有道具呢 欸,黑白的種子跟什麼有關 這個嗎 不對不對,我的筆記啦 哦 十皺花,哦 修九朱 這是,他有講說這個花你有想到什麼嗎 啊,這個派上用場也不一定,你說吧 那這就像,說吧 聽好囉,這就像是那個 那個SF科幻小說所的那個時空隧道一樣 黑洞與白洞 啊 嗯,就是蟲洞的概念對吧 對,這個種子呢,是偶然的複產物是某個變異種 所以產生了十皺花的名字 那正式的名稱是叫做 十皺花七黑跟十皺花純白 啊 簡單來說呢,這兩朵花會分開開花 那麼七黑的花會把附近的東西吸進去 純白的話會把東西吐出來 也就是一方通行的傳送道 誒,好好玩呢 那這個花怎麼樣,怎麼種,種土裡嗎 嗯,把它丟到地板或是牆壁上 啊,經過衝擊過幾分鐘就會開花了 但是一邊開花只是單純的花 必須兩邊都開花才會變成隧道 原來如此 那首先要先設好出口跟入口 然後再來使用囉 就使用這個傳送機能 so so 嗯,那,那就把出口設在六號室吧 這樣就可以簡單的回房間了 嗯,其實啊 它之所以叫做黑洞還有一個原因 啊 它發洞的時候會把附近的東西 噗啦,就全吸進去了 啊,就像黑洞一樣 啊 開一次花,啊 啊 就會 它就不會損壞了吧 所有東西都吸過去 很麻煩的 嗯 看來也不是方便的東西可以直接使用了呢 嘛,不過也許這樣來用得到 就帶著吧 啊 怎麼又來決定你吧 就有這種發明呢 呃,沒想到你也派得上用場 呵呵呵 我的主人總覺得主人對我越來越來越來越苛刻了呢 我們得到了種子 有到了一黑一白的種子 但是現在看起來用不到的樣子 欸? 掉了啥? 啊,地板有個亮亮的啊 錯覺嗎 喔,不好意思,那個不是亮亮 那是我螢幕上的斑點 呵呵呵 還沒四顆星喔 這應該跑得完吧 我應該一小時應該跑得完 欸有欸,角落有亮亮的 喔,這次也平安到這了 早點拿個碎片吧 看哪一個啊 看這個吧 啊,在各個車站 啊,換車的 啊,就很多的 因為這個在各個山換車地方 有很多的空位 啊,在車輛的一角 有一個人 插著腰 他好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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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車反正載著人嘛 然後他從包包的裡面 掏出了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再看著 五人份的資料 然後有五人份的資料 那 失蹤推斷日期 圈圈年四月 圈圈日 中午之後 失蹤時十六歲 職業高中生 欸,那這不就是女主角嗎 喔 這是最後一個人的一夜吧 也就是說 總算抓到了這個事件 的線索 對,就是說 找到這些關係人 電車在爬的 反正他就照照他 反正就有一個人坐在電車上 看著那份資料 好像去醫院還什麼 然後呢 這想起昨天電話的事情 再給我一點力量吧 藍色的光 就像是答應般點了點頭 然後就消失了 嗯? 這故事好奇妙喔 這到底怎麼 這跟我故事想的不一樣耶 我以為這就是個死人到的空間 結果好像不是耶 你想到什麼了嗎 嗯,這樣子剩下記憶碎片還有四個 找希望的種子 所以 四號房還沒進過耶 喔 四號房是目前還沒進過 然後不能直接敲爆 看看這裡有沒有亮亮的喔 我剛剛是有說在去一次霸台那裡啦 我把我螢幕上這個斑點摳掉好了 我把我螢幕上這個斑點摳掉好了 我一直以為那是什麼 二號房也看一下吧 所以應該是要把記憶收起來 欸有了 欸有了有了有了 再看一個記憶 圈圈年度圈圈線失蹤者名單 十七號 叉竹叉叉叉郎 稱圈年四月 欸都是四月耶 兩點之後 失蹤時五十一歲 植物學教授 喔,那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滴水鳥了 就是那個 酒寶嘛 滴水鳥 對對對對對 居然它這個 植物學的那個 教授的話 就是那個 那隻滴水鳥 失蹤狀況 四月宣日 過兩點之後 他說 大研究生說要去採集 sample 就到外面去了 然後很多人都這麼說 然後接下來就再也沒回來了 他是一個人 他去很遠的一個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助手也說 他就說了一樣的話 可能去的地方 什麼公園 古蹟山上 他平常去的那些地方 但是不知道捲入了什麼事情 就是 就行蹤不明了 所以每個技就是每一個人囉 那四號房到底是誰啊 可是四號房人我現在也沒找到咩 那就去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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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老師又出現了 喔 哇 哎呀抱歉抱歉 我太急了 他從酒吧出來的呢 嗯 又消失在那個餐廳裡面 像子彈一樣的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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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麼緊張 難道 難道餐廳發生什麼事了嗎 先去酒吧吧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欸 看看發生什麼事了嗎 啊 おや 哎呀 你沒聽到嗎 啊 就是餐會的時間比預定還要早 哎呀 多虧了這個 餐廳的廚房啊 現在是一片群魔亂舞的 嘿 そうなんだ 原來是這樣啊 啊 對了對了 你們之前的果汁啊 對啊 做果汁的話 可以的話麻煩你們去拿點水果吧 喔呀 怎麼了 哎呀 抱歉抱歉啊 雖然要對管轄外的你們拜託很不好意思 可以來幫忙 啊 來幫忙那個餐會嗎 那挖板有嗎 我沒注意到耶 欸 當然囉 要去幫忙 啊 就被抓走 走掉了 果汁 哎呀 要回去了嗎 喔 還要回去 請小心 不用待在這了 天花板 你說這裡還是外面的天花板 欸真的有耶 靠北我隨便點都有 你說這個天花板吧 撒 來 來到這裡吧 這裡看出去是最棒的景色 他啊 催促著我在樹下 啊 在白色的長椅那邊 啊 坐在那裡 啊 然後上面看著花 然後說那些花 花圃的那個 啊 相較於那個 庭院周遭 啊這個 死板板的醫院 這個中庭啊 這個花 花 就是花園 簡直像是充滿了活力一樣 很漂亮 簡單說就是這樣子 我就說了 他也露出了笑容 嗯 嗯 這個人 那就說這個應該是女孩子吧 就說這個人啊 他露出了笑容 跟附近的那個 氣氛很不搭呢 在剛剛走廊上 已經跟年輕的護士小姐 問了這個 圈圈圈的事情 啊 他說這個圈圈小姐 又年輕又漂亮的大小姐 不對 比起大小姐 不如說是充滿神秘感的女性 比較適合吧 但是比起 比男生患者們更多小孩 受到小孩子的喜歡 他也很喜歡跟小孩子一起玩 啊 就是在中庭的話 很多小孩子會跟過來 哦 圓圓的小孩 然後 他很擅長占卜之類的 嗯 反正就是他講話 怎麼都有不可思議的魅力 就很受到大家的歡迎 嗯 哦 他還會表演一些那個 魔 魔術 占卜跟魔術 他就拿了一副撲克牌 然後抽了一張 然後裡面有一張愛心之類的 然後就緩和那些小孩子們的心情 對 給了他們那些 給他們 勇氣 但是啊 現在病院已經不存在那個地方了 那個XXX小姐失蹤的時候 小孩子們都相當的失落呢 真的呢 啊 看到也很難過 小孩子也很哭 在哭呢 嗯 他就明明約好了 要跟他們 要說要給他一個花 後來 但是 這個花在附近的山應該很多 然後之後 他說要去採花以後 他去採花消失了 警察也去找就沒找到了 對 就這樣 如果回不來的話 如果能回不來的話 會不會回不來呢 會不會回不來呢 正想再見到他呢 這麼說著 欸 所以這是哪一個啊 所以 這個女孩 是誰呢 啊會不會是 一樓的我們知道了嘛 那那個 看護婦或者是 欸 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 另外一個女的 23歲女跟這個女生 可能有一個是三號房的 就是那個小丑房的 然後 一樓的我們也知道了 然後 輸的那個我們還沒找到 對 還有兩個 這邊會不會有亮亮的 喔有 這次也平安無事到了 還有一個 喔 我現在正在圈圈 圈圈圈 試的事情 明天去看現場 現在狀況我還不好說是怎麼樣了 總之 掛了電話